到底能不能买单了 整台特斯拉车就直接放在百货公司门口 要来替9月1号即将开幕的门市来做暖身 百货公司拉下铁门 原来为了电动大厂 特斯拉来台第一家旗舰店赶工装修 一旁的展示车也吸引民众赏车 特斯拉终于要进军台湾 也传出早上台湾大哥大合作 由台湾大提供车联网最关键的传输服务 台湾大的部分呢 它刚好提供了完整的一个台湾行动网络的部件 包含4G 5G等等升级上去之后的这些需求 台湾大相当低调 不用回应相关细节 不过特斯拉跟台湾电信业合作 这块商机可是无限大 外界都认为未来车联网除了通讯娱乐道资讯 将扩大到驾驶行为分析 都会变成接下来的趋势 电动大厂来势汹汹 和泰车最近也是动作频频 要打造车11条龙 积极布局中古车市 成立网络平台稳固龙头地位 提高曝光度 现在平台单月成交金额 从7亿成长到12亿 预估今年能挑战百亿元新高 它是一个口碑操作 相当明显的一个地方 所以核带车等于说 自己经营跨足中古车的产业 它甚至包含着媒体操作 这一块全部都囊括在念 今年台湾车市虽然不如往年好 但车商依旧没在怕 不管从车联网 还是网络平台 都在寻找新契机 努力评买器 三立新闻 郑业龙 邱子玲 台湾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